美金泰西趁女儿入睡享受二人世界,夫妻在餐厅聊天至深夜 35岁的韩国天王Vane与37岁的女星金泰西,去年1月结婚之后,两人恩爱的程度一点都不输双送 去年10月生下女儿的金泰西已经正式复工,农历年之前拍摄了一个新广告,颤后首次露面的她,身材恢复良好,显得神采飞扬,令人艳羡 而美金当上父亲之后,极量向多个综艺节目狂转奶粉前,更确定揭拍今年5至6月起播的JGBC韩剧Sketch,相隔两年再次拍摄电视剧 为了养妻活儿,美金也是够努力的 女儿出生之后,美金与金泰西的感情似乎更胜婚前 她们恋爱的时候可能为了保持低调,极少被媒体或路人遇到 但婚后就不一样了,不再遮遮掩掩,大方牵手善恩爱 单单是金泰西复出之后,她与美就被路人偶遇过三次 她们即使有了女儿也不忘夫妻间的浪漫,寄出时间约会 可能美是为了再投入新剧拍摄前,多充时间陪伴妻子吧 所以最近她们才会有那么多的路人偶遇 3月12日,她们两夫妻又被拍到外出享受二人世界 她们在离开院的越南菜餐厅吃饭被网友捕获 两人都穿着羽绒服,戴着帽子 美与金泰西一直在聊天 美更讲得眉飞色舞,要出动手势来辅助 而金泰西则一直默默注视及细心聆听老公说话 能够偶遇美丽夫妇,该名网友觉得自己很幸运 还开玩笑说,今年的运气都在这一天花光了 还为自己没有合照而惋惜 虽然没有合照,但网友要了一个签名 签在自己的手机背面,而金泰西粉丝看到网友的留言 忍不住提醒她,下次应该拿一张纸去要签名 签在手机后面很容易掉色 粉丝都好奇,最近韩国的气温不算低 但让夫妻竟然一起穿羽绒服 不知道是否当时已经是深夜的缘故 哎,有了孩子的新手父母,都必须等孩子晚上入睡之后才能安心约会 所以两人聊到深夜也正常 不过,他们相恋多年才结婚,婚后还能有聊不完的话题 看来感情真的很不错 除了这次在越南餐厅吃饭之外,上个月,美与金泰西岛日本 东京庆祝庆祝情年节,分别在咖啡店以及甜品店被网友拍下合照 Rain还同时在社交网公开了与太太入住的酒店 看上去非常豪华 看上去非常豪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